首先 我們請潘若迪先生 麻煩你到位子上面好不好 我這一開始就整位了 好 坐好 好 停上 是... 我是要站著還是這樣坐著 請坐 請坐著是吧 坐著 掃在那邊 演什麼 我們演算沒有那麼高好不好 真的...把它先關掉 潘若迪先生 是... 請告訴我們 你最近為什麼要瞞著大家這樣子 我對不起大家啦 那個...不是瞞的 對 我是覺得... 事情發生在幾月幾號 6月8號 6月8號是正式發生的日子 所以瞞得那麼緊是為了什麼 不是 因為當初 其實我是答應對方的家裡 他們給我開出來條件是這樣的 希望就是說完全的低調 秘密的結婚 對 他不需要有任何人 因為他不覺得 他覺得演藝圈是有很多事情 是在比較的 他覺得我女兒你只要對他好 我就不要... 他什麼都不要 這些東西他都不要 他們岳父岳母是那麼注重低調 可是你有看到他的結婚照嗎 結婚是什麼 你的結婚照 我的結婚照其實是那天父母親 我們好像是唯一看到 這樣子的結婚照對不對 那不是結婚照 那是他個人的沙龍照 不是 因為... 對啊 聽我解釋 你這樣打那麼開幹嘛 我要提上 我是這個因為... 是有露出... 有露出內褲邊嗎 有 他故意把大拇指放在他內褲邊 大拇指 對啊 你不要亂講 好 我跟你分享一個 我為什麼這麼愛他 決定在那個時刻我要娶他 那天是去小豬演唱會 從台中開車回來 經過收費站 你自己的女朋友 不是帶助理喔 我要先講 你自己女朋友坐在旁邊 我過收費站我走錯車道 對 但是你車停在那邊 後面車塞滿滿的 對 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在旁邊已經 我完全不知道 他已經手一把抓連結 他門一開 我連還沒有講 他就往後衝 他就 自己往後衝 決關鍵的好恐怖 好恐怖 趕快跑 太緊張 跑到交流道去 一直用英文說 幫我幫你 然後又發送別的症狀 所以意思是他很貼心 他很貼心 然後上來的時候 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你為什麼要穿 我下去去 他說你不要下去 你一下去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他懂得保護你 對... 所以他有助理的功能 對 去飯店裡面 那就跟沈玉玲態圖的一樣嘛 對啊 就是要一個助理的 妳是不是去度蜜月的時候 也都叫助理領...提箱 他會習慣這麼做啦 我也沒有要求他這樣 但他就很習慣會幫我提東西 幫我買東西 可是你太太能夠這麼靈敏的 衝下車去換票嗎 會啊 這個 他講這個都是很基本的啦 就是一定... 所以請問如果你們兩個餓了 然後停在便利商店門口 誰會下去買東西 好 一定是他下去 這... 我下去 當然是你下去啊 我下去 你先站起來 讓我們看看你今天穿什麼好不好 還有 對啊 對啊 你為什麼穿著越來越大膽啊 不是 所以我決定要讓自己的穿著 越來越朝那個凹犬的這個 凹犬 是... 西藏的凹犬 西藏凹犬 西藏凹犬 麻煩你就位 而且我真的 過一次在錄影遇到凹犬 凹犬還肯定我的穿著 肯定 是 好 玉玲兄請坐 是 他呢 他上次在康西藏講了一個 很浪漫的愛情故事 是關於你資助一位前任女友 使她在東北 就是變成了一個 經營得很好的企業家是不是 飲料的這個連鎖店的大亨 是這個事情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決定要結婚了 那我心裡面總是有一個奠機 我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聽到一個 溫柔的女生的一個聲音 然後浮現出一個美麗的倩影 真的假的 然後他不斷的重複的告訴我說 你說過說我是你 今生唯一的新娘 你說過這種話 我曾經說過這個話 那這個浮現的這個少女的 這個面容 這個少女是誰呢 就是上次在節目講了那個 三亞的那個洩購的那位 住在哈爾濱的 後來變飲料大盈的那位 對...搶浮板 就是我要拿浮板 他壓住我的手 我們拭目交接 我知道 後來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個簡訊 那個很明顯的 那個號碼太熟悉了 是他傳來的 而且那個內容我至今都還記得 他說 總還想再見到你 也曾打探過你的消息 原來 你就住在我的身體 守護我的記憶 什麼東西 你太噁心了 你 你... 沒錯 這是一句歌詞沒有錯 但是這是他發來的 對方傳來這通簡訊的意思 是要跟你再見一面 想要再見一面 那我也覺得必須要跟他見一面 因為我覺得感情要有一個了斷 那同時呢 我不希望說 在這個未來的歲月裡面 他心中有我或是我有什麼 你不要再講歌詞了好不好 所以 我心中有我 你心中有你... 你現在要講的一個 你發生的事情 是你瞞著你太太的嗎 對 我就當下決定說 我必須在我結婚之前 親自飛一趟哈爾濱 老實講 那個時候的我是 片刻都離不開我的老婆的 然後就想說那沒辦法 照狠下心來去設計一個橋段 好 讓我自己可以一個人 自身飛往哈爾濱 是 好 所以我就借故跟他吵架 好 往上一拉開 會吧 自己去哈爾濱 立刻去找那個女生 對 我還記得那個... 我一出那個機場的時候 看到一個熟悉的倩吟 朝我遠遠的這樣子直播 不是 飄過來 然後就彷彿過去 無數次的這個情景一樣 他就一把要抱住我 以前我們總是會在機場 見面的時候呢 會那個... 快一點 不好意思 好 然後整個氣氛 也讓我無法自拔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既然無法結合在一起 事實上回到台灣以後 我也要結我的婚 你也有你的男朋友 我認為這樣是不倫的 是不OK的 他被我的這個天地正氣呢 稍微有點...有點感動 我們可以直接把他電死台北 我走開了...好不好 你回台北有告訴芽芽這件事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你要的答案就是 我說 也許... 還在想... 還在想... 這句要有力 不要說謊 你偏要說謊 是陪伴也是心安 你就是我的答案 好 我就告訴他 這樣一句話就告訴他說 因為其實我的這個含義 他也許... 是陪伴也是心安 就是答案 陪伴心安 然後什麼 你是我的答案 他就OK了嗎 他就OK了 他就說有你這句話就夠了 這句話 娃娃妳把門給我打開 我們要開門 我們要開門 嗨 所以他真的跟你講這句話嗎 他有講啦 真是苦了你 你整天聽他講些廢話 你怎麼受得了他 然後那句話你聽了 你覺得OK喔 其實他去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因為他 他都跟我講這句話 他都跟我講這句話 謝謝